农机无人驾驶严检地改良 今年秋收新设备和新技术推广运用 助力秋凉收获 今秋时节 山东德州五城县的 十万亩玉米高产示范田迎来丰收 跟以往不同 今年秋收这里用的是 智慧无人驾驶收割机 它搭载了北斗岛航定位系统 可以实现自动路径规划控制 自动转弯掉头 无人驾驶现在可以控制 刚才的升降 然后一键卸凉 发动机的启停等 利用无人驾驶 提高了作业效率 提高了作业精度 秋收时节 山西焚羊市土壤改良 试验示范基地里的玉米迎来丰收 针对盐碱地灌溉难 产量低等问题 焚羊结合本地真菌微生物资源 和农作物接杆资源 研发出效果显著的盐碱土壤改良剂 土地含盐量明显降低 玉米成苗率从不足20%提高到90% 玉米亩量达到850公斤 连日来 宁夏吴中同心县较坑子村的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迎来收获 今年 这里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应用水肥一体化 标准化高产栽培 并从草害绿色防控 北斗导航信息化作业等综合配套实用技术 马铃薯产量逐年上升 平均亩产达到4吨以上 目前 宁夏的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60% 比5年前增长了1.51% 为夺取粮食丰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宁夏 冷薯 冷消灭 位 posted 小滑 worthy